因为今年二月那些考生再一次被延迟,所以就又挪到了五月,就是去年十二月跟今年二月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些地方的考场都是关闭状态,所以考生只能大批地涌到五月那场考试。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延期考生,延一次再一次,然后复习的效率也并不是很高,我们建议CFA一级考试主要是在考前一个月集中复习,集中刷期通过率会比较高,所以你讲的是很有道理,就是一个点,就是延期考生的一个问题。 坊间传闻说,这次协会是故意拉低通过率的,它就是要拉低通过率,那为了保证我们CFA证书的一个含金量比较高,然后呢也不希望这么快跟我们学生这样分手,说拜拜了,所以想跟你们多玩几年。 说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是不太靠谱的,首先作为一个CFA协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国际机构,它有没有可能做这么任性的事情,不太可能。 就算它是非常任性的,那也肯定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为什么偏偏就是这次五月份的考试通过率这么低呢? 所以由此可见这个观点并不靠谱,还有人说是因为印度的考场被取消了,导致大量印度考生都没有办法进去考试,后对帮人的成绩也算作是一个分母,这个是更不靠谱的。 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成绩的通过率不可能只有25%,可能是比25%还要低,可能低于10%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两种调言都不可信。 黄老师,你觉得呢? 我看电视里面有人说先fail掉一拨人,然后增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浮浪。 对,这也是一种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猜测。 就像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说你可以就把CFA协会看作是一个盈利性的机构。 像我和罗老师这样就是说参加考试比较早的,像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就是那个early bird的这样的一个报名费,对吧? 好像是630,那么现在的话2020年的话是700,然后之前的话呢就是说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报名费好像是800多吧? 然后现在是1000,可见它的这个考试费用每一年都在涨。 然后以前我们要订购纸质教材的话是加多100刀,那现在是150刀。 就是说CFA协会不管是考试费啊还是这个教材费啊,每一年都是在涨。 所以说对,CFA协会很有可能干出来这种事情来创造一些机会,多说割一些韭菜,多说你们一些钱。 但是你要是这么想的话,实际上那CFA协会把考试弄得简单一些,让大家全都成为持证人,然后每一年收会费,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增加了更加稳定的现金流吗? 所以说这个想收钱的这么看的话也不是特别能站住脚。 但是你想,我们想一下CFA协会,对吧,它能设计出来这么难的这样的一个考试,以它的这样的一个聪明才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它都不会把通过率一下子从44%做到25%这么明显。 它完完全全有可能悄咪咪的,今年44%,对吧,明年40%,然后30%,20%这样逐年的降低,而不是说造成断崖式的下跌,给大家制造恐慌,可能也会打消掉一些潜在考生参加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所以说在我看来的话呢,就是说5月份的这次考试25%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率,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阴谋论。 2月份的通过率是72%,我觉得通过率是指这个最低的一个分数线,也就是说只有44%的人超过了正确率72%,而5月份呢,只有25%的人,它的成绩是超过了73%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就导致同样的考纲,同样的机考模式通过率会差那么远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 当然根据协会自己的一个观点是说,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延期考生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延期考生它可能延期的不止一次,两次,甚至是三次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复习的进度啊,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就会导致他们的复习效率并没有那么高,他们的成绩也会比较差。 所以就导致有大部分的这种延期考生在这个通过率以下的,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个人认为啊,由于它的期量发生了大幅度下降,我们知道原来比试的时候,一级的考试题目是240几,现在呢只剩下了180几,题目变少了,而且题库抽题的随机性又变大了。 说明很有可能你抽到这些知识点是之前所谓的非重点,然后你运气不好,他一抽就抽好几道一模一样的那种知识点,那如果你这个知识点不会的话,你会导致你这个成绩就会比较差。 所以容错率是大幅下降,也就是说只要你错了一道题或者两道题,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通过还是不通过,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对,但是就是说我们说其实吧,从这个MPS的这样的一个上升,还是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就是说之后的通过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MPS最低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线的上涨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协会确实认为现在作为一个就是说合格的这样的一个塞飞考生或者说是塞飞执政人,你需要掌握的知识就是应该有一个提高。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我比较偏向于的情况,可能说塞飞协会认为它这个题目的难度有了一定的下降。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大家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很喜欢用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几个A,几个B,几个C来陈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单科成绩。 那我们知道只要考到单科成绩,只要在70%以上的都可以称为说是你在这一个科目里面考了一个A,对吧? 70%也是A,100%也是A。 就像罗老师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样子,就是说有些同学可能说他考了7个A,考了8个A,他还是fail掉了这个考试。 那这个其实就可以从这个MPS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来MPS是多少机考的,刚才我们说了72%,也就是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极端情况。 你10个全都考了70%的A这个样子,但是你最后一算平均成绩,刚好70%还是低于这样的一个通过线。 这个这种极端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就是说还是刚才这个罗老师说的一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延期考试, 它确实是造成了就是说在相同的MPS的情况下通过率的大幅下降。 那么其实结合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推测一下之后的通过率。 比方说我们排除掉了延期考试的影响,那么我们之前2月份考试的这些分母, 是不是就会变多? 5月份考试的分母就会下降,那直接就会导致什么? 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率有一定的下降,比44%要低一些。 但是的话就是说5月份的考试因为分母的减少,那么这个肯定是会比25%要高的。 那么剔除掉了这些延期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 其实大家不需要担心在之后的这个不管是7月份还是说8月份的考生, 考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随着延期的考生被消化掉的话, 那么这个通过率我觉得还是会上升的。 但是会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其实可以参照一下就是说今天早上的CFA二级通过率, 今天早上出的这个5月份考试通过率是40%, 那么参照着之前每一年的二级的通过率, 往往是要比一级的通过率要高那么一点点的, 高出1%、2%这个样子。 在我的观点下的话呢,我是认为之后CFA一级的通过率是会慢慢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准, 36%到40%这个样子。 不知道罗老师是不是赞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其实蛮赞同罗老师的一种看法。 我之前也去了解了一下真正参加过5月份考试的那批学生, 确实有大部分的学生跟我说, 哎呀,老师这个考试实在是太难了,我根本做不出来。 他认为比较难是因为他没有做出来,或者说他没有见到国家的好点, 所以他认为是比较难的。 我想说的一个观点就是广度和难度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两个概念,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吴亦凡事件大家都知道的吧, 只要你看过那些文章,你就应该知道吴亦凡事件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有哪些参与的人,他的细节是怎样的, 这个叫做广度,什么叫做难度呢? 就是吴亦凡事件背后牵涉到的法律问题是什么? 它是不是构成强奸罪? 它要关几年,而且它是外籍人士, 它如果在中国境内服刑完以后,回到国内, 加国内,是不是还要面临一定的起诉? 那起诉的话,它可能会面临重罪的问题, 那重罪又是关几年,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所以广度和难度并不是一个概念, 可能你没有见过这个考点, 你就认为它难,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CFA协会特别是一级的考试, 以广度为主, 知识点的范围非常的广, 但是你说它某一个知识点特别特别难, 难道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个我倒还真没有判断过这种类型的例子, 在外国同学根本就不用担心说你学不会啊或怎么样, 只要你把你的复习的范围扩大, 不只是掌握我们一些所谓的传统的重点的考点, 还可以去掌握一些以前忽略的那些所谓的非重点的考点, 我相信对你通过考试, 特别是现在的机考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说其实按照罗老师刚才的那个例子就很好理解, CFA考试他可能会考你, 吴亦凡经常会说什么话, 而不会考你吴亦凡他会被判多少年, 这就是一个就是说难度和广度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实际上在我搜集到的一些考生得到的反馈无非就是两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说老师这个题目太难了, 我都没见过,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想象了, 你没有碰到这个题, 你觉得这个题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他到底是知道题难, 还是只是你凑巧没有复习到,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学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同学, 就我们说常常嘴里说的这样的一些学霸同学, 他可能会来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反馈, 就是说有些题目对吧, 很简单, 看了就知道答案, 有一些题目的话确实很难做不出来, 所以说不管是这两哪两种看法, 在结合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MPS的提高,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CFA协会去降低了这样的一个题目的难度, 但是考察了更多曾经我们不曾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